日本中文字幕 起碼招牌做了那麼久 周圍的環境 很多都無法維持那麼久 而自己的標籤還能流傳下來 也有一份滿意 也會這樣 其實我爸爸的鄉下是順德人 在50年代初期 在大陸的政權逆手的時候 因為政局不穩定 所以轉轉都流到香港這邊定居 我們初初開檔五多年的時候 在這裡做街邊檔的時候 從這裡開始 近幾年自由行 多了很多香港人下來的購物 以舊區來說 以前的人情味道比較好 我說不好聽,街頭街尾一個區 十幾條街,每間店舖 做甚麼、買甚麼 人都熟悉的打電頭招呼 大家都有打招呼 但現在差不多十間沒有那間式 差不多 以前這裡的舖位就等於 像金字塔的屋子嗎 很多東西做的 有些做馬仔也有 豬油炸豬油也有 大排檔的賭檔也有 白粉豆也有,很多的 以前白瓜齊缸 好像黃島賭甚麼都有 我從1987年開始在陳陸的學師 都很開心,有一個大家庭 看見伙伴不到那邊的家人 平時相處 有時候隔壁也會頂嘴吵架 到處都有的,我承認 也沒有仇事 有時候,火機和火機吵完之後 翌日也沒有事 大家認識這麼久 有時候,後頭上有幾個頂吵架 不要說有隔夜仇一點 這裡發生完 那裡也抱頭抱雞 就算太空了, 沒甚麼了 其實順德菜的特色大多數都是就地取材 以順德來說, 其實是魚米之香 四位都是魚塘、桑基那些為主 也不是百分百, 根粥有標準版本 只不過一路隨做隨改良 做到最好為止 鯪魚都是地道順德菜 以往純粹只是把鯪魚煎皮拆骨 把魚肉加其他配料 然後釀進魚裡 做一條圓形的魚出來 就可以上碟了 所以在我們現在香港的環境裡 加了一些創新的用鐵板上 很香 用鐵板上去比較香 煎的醬汁味道比較好 所以用鐵板, 不是鐵板上去 用鐵板上去, 味道沒那麼香 用鐵板上去, 像吃牛扒 用鐵板上去, 煲的肉也比較好 很香脆, 香厚一點 最初接手的時間 當然是跟狗路走 本身不是太熟悉 雖然做了這麼多年 都要從頭開始跟那些東西 做這行真的要不斷改良 還有自己努力去研究一下 就是這樣 時代轉變 都要追回那個時代才行 你經常用舊那套來做 就變成脫軌 身材力量 你說得很快 跟狗路走 說得很快 homewor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